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合军副总参谋长报矮板来某茂县进行走访慰问 南邓特区疫情防控工作组到残巴关卡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南邓特区疫情防控工作组到邦空乡海港关卡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9月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合军副总参谋长兼牟旅长报矮板 来到某茂县机关驻地进行走访慰问活动 到访期间报矮板副总参谋长不仅与县领导亲切交谈 详细询问家乡某茂县各项事业的发展及百姓生活改善等情况 而且还代表金华公司向某茂县捐赠了慰问金及慰问品 并祝福某茂县的未来更加美好 中央政治局委员某茂县委书记肖赛宝 代表某茂县党委和全县人民对报矮板副总参谋长一行的到访 表示热烈的欢迎与真诚的感谢 在县机关办公楼二楼会议室进行的交流座谈会上 肖赛宝书记再次对报矮板副总参谋长一行的来访表示了欢迎 并对报矮板副总参谋长长期以来向某茂县及各区政府提供物资帮助及工作支持表达了感谢之情 他说报矮板副总参谋长来访体现出军民之情 更体现出部队与地方相互兼工作的配合与协作 联合军各部队各官兵为瓦邦建设事业保驾护航 在辛苦的条件下艰苦作业为瓦邦防务事业立下了汉马功劳 今后蒙茂县将继续对各部队的工作提供支持与配合 报矮板副总参谋长表示说 很高兴来家乡蒙茂县探亲走访 此次来访我仅代表个人借回家乡之机来看望大家 因为蒙茂县是我出生生长和培育我的故乡 借此机会我也要代表我们旅党委 对蒙茂县一直以来响应联合军总参谋部的有关工作部署 积极向各部队输送了当地青年应征入伍 表示感谢 特别从2013年开始至今 蒙茂县共向我旅输送新兵达400多名 为部队的发展与建设充实了力量 更使我旅部队建设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促进了我帮防务建设更加稳固与安全 交流座谈期间 其他在座的军地领导围绕军地关系 军民团结等主题 也分别做了补充与交流发言 为答谢蒙茂县委县政府对部队工作的支持 此次到访期间 鲍娃版副总参谋长还代表金华公司 当场向蒙茂县捐赠了随车带来的慰问品 这些慰问品分别有 现金50万元人民币 自酿90桶 香烟10香 鸡蛋10香 近来缅甸疫情呈现大爆发流行 单日新增病例突破百例 遵照中央疫情防控领导组指示 南邓特区及时救辖区内 与联邦政府区相连接的关卡小路 进行全面关闭 另外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南邓 进一步加强特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9月4日 南邓特区副书记王老三 副书记朱绍刚 及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 特区卫生局局长鲍玉芳 副局长罗伊易行 来到散巴关卡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工作中 王老三副书记现场队在散巴关卡执行人员 做了指导安排会议 会上 王老三副书记要求 现由于缅甸内地疫情大爆发 一直呈上升趋势 根据中央疫情防控领导组指示 队伍区与政府区相连接的关卡进行全面关闭 所以所有在职人员务必要认真工作 加强团结 相互帮助 在工作的同时要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群体人员必须按照中央指示 禁止人员及货物进出 防止疫情境外输入 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朱绍刚副书记强调 遵照党中央和瓦邦卫生局日前的文件指示 全体执行的特区司法 税务局工作人员 及驻地部队抽调来到的官兵们务必认真执行 这期间 禁止联邦政府区人员货物进入南邓 工作中 大家务必尽职尽责 对有要进入南邓或是偷渡到南邓的免政府区人员 务必要礼貌劝反 工作中 要保护好自己 严格佩戴好口罩 做好自我防护措施 为保障群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大家要认真开展好防控工作 同全邦人民一起重置层层打好疫情防控组基站 会议最后 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 重点就党中央指示和瓦邦卫生局疫情防控组日前下达的 关于严格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蔓延到瓦邦的通知内容 进行了认真传达 9月5日 南邓特区副书记王老三 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 特区卫生局局长鲍玉芳 副局长罗毅一行又来到辖区的邦空乡海赶关卡 大团数关卡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当天 王老三副书记一行 首先来到邦空乡 并在乡政府召集当地乡村干部召开座谈会 会议由特区办公室主任谷忠友主持 会上 首先传达了瓦邦卫生局疫情防控组下达的 关于严格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蔓延到瓦邦的通知 王老三副书记在会上指出 今天召开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指示和文件 我区帮控箱与联邦政府区相连接 全区干部回去后要将会议内容 及文件内容传达给老百姓 疫情防控期间 禁止人员出入联邦政府区 如果发现有外出打工人员返箱 要第一时间汇报给乡领导 乡领导也务必要第一时间汇报特区政府 要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发动地方民兵 对所有小路进行严格把守 防止联邦政府区人员偷渡进入 防止疫情境外输入 乡村干部回去后 要宣传给老百姓加强卫生 做到饭前洗手 出门戴口罩 共同开展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当天王老三副书记一行 还先后来到海港关卡 大团数关卡指导防控工作 每到一个关卡 王老三副书记都与执勤人员进行座谈 要求群体人员务必要认真开展工作 严格按照中央文件指示 这期间禁止联邦政府区人员出入 禁止我区人员进联邦政府区 大家都是身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 务必要保护好自己 认真佩戴好口罩 对出入联邦政府区的人员礼貌劝返 劝返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 防止疫情传染 特别还要求在大团数关卡执勤的人员 一定要做好来往车辆及人员的消毒 检测 登记等工作 以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以及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首席平台 掌上瓦邦 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